劇場鬼才李國修之前傳出罹患了大腸癌 還說他閉關休養 不過今天李國修首度出面闢謠 他說我不是罹癌啦 只是割掉三公分大的席肉而已 不過他坦誠的確身體出現異狀 所以現在開始吃素養生 要學著對自己好一點 掀開衣服肚子上長達二十五公分的疤痕 劇場鬼才李國修傳出罹患大腸癌 首度現身闢謠 是很大一個是不是 三公分 對啊 下六 然後後來化癌症是良性的 良性的 對 沒得癌症是長了息肉啦 雖說是開過刀 但因為推掉許多細約 閉關休息 氣色還不錯 不過三月份做完健康檢查 一直到肚子長東西還是很緊張 還把過去寫好的木製名拿出來 以為馬上用得到 這個小老頭 中期醫生意外的查證了兩件事 愚公的星座是山陽座 患中醫的血型是A型 在我面對這個檢查之後發現有息肉 我其實蠻恐懼的 經過這個手術之後呢 菩薩的保佑一切是良性以後 我放鬆了 放心了一口氣 那我覺得這母子民也可以瘦掉 身為屏風表演班大家長 給自己極大的工作壓力 再加上煙酒不濟 作息不正常 疾病才會早上升 其實他生病不止一次 在台上展現劇場天分 台下也要更愛自己 吃素 運動 樣樣來 不過李國修這一生病 家裡的孩子反而因為爸爸 長時間待在家 高興的 不得了 雲全中佩 吳俊德 台北報導 好